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数据库按照二维表的结构来讲 它把所有的数据都已经存好了 我们对数据库的操作就四个动作 增产改查 有别的吗 你也找不出来别的 肯定就是增产改查 那么就一个目的 增产改查的目的就是 要我们的方式是不是去操作数据库 没毛病吧 但是除了数据库以外的 我们目前这些库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东西 我们也学了加瓦了 你觉得 我们加瓦 你在MAN方法里面 你声明 你声明类也好 你搞对象也好 你写变量也好 最终的目的是干什么 是不是处理出去 能明白吗 那我们跟这种说 加瓦里面的对象 首先第一 对象的作用 第一是不是封装 对吧 第一个是封装 第二个作用就是 封装它想干什么 不就存出去吗 比如说一个person类 person类的具体实现对象 比如说张三 那person类的一个实力化对象 是把张三的全部信息 是不是就都存好了 能明白我意思吧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加瓦 你写的再多的代码 不管你写多少代码 就一个目的 是不是处理数据 你干过别的吗 没有吧 你写Fochen还也好 变量是干什么的 记住数据的 对吧 你从这个角度啊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第一 我们现在是换个角度来看 我们写的代码 第一 我们声明变量 对象是用来存储数据的 我们写的逻辑代码 什么叫逻辑代码 你写的if else 在man方法里面运行的那一块 是不是用来处理数据的 最终在控制台输出你想要的结果 能明白没 那么你想要处理数据 就要有一个大前提 你是不是得先拿到 是吧 你是不是得先得有 能听懂我意思吗 你先不得是不是得有 好 ok 那我们在GTBC学习正式之前呢 我们介绍一个这样的概念 叫加瓦 加瓦的数据获取方式 加瓦处理数据获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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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能不能跟上 能不能跟上 你注意听我这个思路啊 注意听这个思路 因为我们在讲 虽然讲是在讲GTBC 但是在讲GTBC的时候 你要想着 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一下我们的程序 把思想放飞 要open 好 我们第二个 除了这种 你想想你还有哪种方式能做 不是数据公司 现在跟数据公司有关系 现在跟数据公司有关系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用的是Skander Skander Skander 控制台 是不是输入 是不是获取 这是动态的了 第三种 是不是就是IO6 IO6其实不就这样吧 你D盘是不是存了一个围键夹 是不是存了一个TSE也好 什么都好 是不是把这里面的东西 你是不是给读到加碗内存里面去了 对 那是不是数据 你是不是得处理啊 那你亮的 我们不是有对象流吗 你别说老师对象流是啥 我们一脸摸 IO流忘了 不至于吧 不至于吧 IO流应该去才没多长时间吧 你注意听啊 你注意听啊 那IO流是什么呢 不管你用什么流 不管你用什么流 它就干了一件事情 把你硬盘的东西 读到加碗里面去 不管你用什么流 能明白吗 所以IO流就干了一件事情 是将硬盘存储 存储中的数据 读取到加碗中 是不是它干得起来 能懂了吧 好 第四个 Socket加碗中 写过吧 我们纯IO流是什么呢 是把你电脑里面的东西 是不是给读到加碗里面去啊 那Socket加碗呢 是把你同桌的硬盘的东西 读到你电脑里面去啊 玩过没 没玩过 不可能 你要说没玩过 我立马就打开摆被子了 不可能 肯定写过的 Socket加碗里面 变成肯定要写的 肯定写过啊 不可能没写过 你要说老师 我看有同学在摇头 你看一下 聊天写过没 聊天写过吧 Socket加碗里面的聊天 写过吧 最起码你这个不要太局限啊 聊天的道理是一样的 Socket加碗里面不就是 你去发一个请求 到他的Socket 然后 这个挺简单的 这个我无许说了 要不然跑偏了 就是有的 我给你抛个结论 好吧 是可以 那目前我们用的 是不是就这四种方式 还有别的吗 没了吧 其实 其实我们要学的 底层啊 不管以后我们学到哪 底层就是这个 我们目前做的web开发 是浏览器到服务系嘛 对吧 那浏览器和服务系之间 不就是Socket嘛 你不写过两个Socket嘛 你不写了吗 你同转写个Socket啊 你是不是写个Socket啊 那你同转那个是浏览器 你就是服务系呗 能懂吗 这底层就是Socket加碗里面 编程知道吧 就做件这样的事情 那么现在是我们目前加碗获取数据的方式 但是这几种方式我们获取到的东西啊 都是我们自己来是不是直接进行出现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什么意思呢 它的这四种获取方式前提有个大前提 数据是不是你自己来进行声明存储的 能明白吗 你那个数据存储的是乱七八糟的 放哪个盘子是不是都有 能明白我意思吗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做的第五个获取数据的方式 就是什么了 是不是从数据库中 是不是从数据库中过去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GDPT第一节课 你一定要注意听 听明白怎么样 这个地方 我现在讲的这节课 如果你听懂了 剩下的东西 都是你需要记得 没有任何难度对你来讲 明白没 这节课一定要注意听 因为这节课听懂了之后 以后你面试啊 或者给别人聊天 你一说就觉得挺厉害的 那么我们是从数据库中 这几种都讲完了 那我们来想一下 从数据库中是这样的 首先 来注意看图啊 这边是你写的加大代码 这边是你的数据库 没听 放弃 以前我们操作都是这么厉害 数据库师不得通过客户端来操作 是不是你现在这样操作 跟加大代码有任何关系没有 没有 你写过加大代码 那么现在我们想做的事情 我们从数据库中过去 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在换句话说 是不是使用加大代码 进行数据库的操作 也就是增产改查 你把你加大里面运行的结果 以前你不是在控制台输出吗 现在把它干什么 存到数据库里面去 明白没 就做一件 你把数据库里面的数据取出来 是放到加大代码里面去 能明白没 好 那我们再来讲 数据库最大的特点 是不是按照你的二维表的结构 是不是有效的 按移证的规律 是把我们数据是不是存储好 对外提供SOHO语句 来让你操作数据库里面的数据 对吧 这是我们常规的 是不是使用方式 而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一个小模块 和加大代码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它是不是另外一整套的流程 而我们加大代码是不是它自己的 它俩没有联系 那么现在呢 我又想把数据库的数据 给扔了进去 难道你写加大代码 你想把数据库的数据给扔回来 就像我们这个写IO流是一样的 你在加大代码里面 是不是得写数据库操作相关的加大代码 能明白没 你IO流 你不也得写IO流代码吗 听懂明白没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预备这个问题 首先再讲讲这边 它是两个体系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假如说 这边是英国 它说什么语言 日语 日语啊 这边假如说是中国 说什么 没有说中语的吧 是不是说汉语 那这样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它俩的语言一样吗 你来想一下 奥瑞克 麦斯克也好 它们的开发语言跟加瓦有关系吗 没有 不是同一套语言吧 对 能懂吗 你现在不是同一套语言 但是它们俩就这样来沟通 加瓦比如说 假如这里面我们有个U字表 注意听啊 它俩是不是得沟通 能懂吗 它这里面有个U字表 那概念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不是得告诉数据 把U字表里面的数据都给我拿过来 它能听懂吗 嗯 你用汉语给一个老外说 我想要啥 它能听懂吗 听不懂 所以中间我们有一个职业就特别棒 叫翻译官 能明白吗 就是我们中间有个职业 叫翻译是吧 你想要什么 你是直接给它说 还是给翻译说 给谁说 这是翻译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终于给它搞个翻译 这有个翻译官 那现在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 你是不是预先在这里边 比如说你想操作数据过 你写代码什么 一写好 你右键ruise一下 这代码是不是就执行了 代码一执行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加上去 你就相当于是不是开始给它进行沟通了 注意听 你是不是先把给它沟通要说什么话 是不是先写好 这是不是就是你写的代码 当你右键rise 它是不是就开始按照你预先声明的这些话 开始发育 给它进行沟通了 能不能明白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通过我们的这个 再跑到这儿 是不是最终是不是拿到几下样的结果 这中间是不是有个翻译官 能明白没 能明白没 好 那现在我们有两种方式 第一 这个翻译官它是不是既得懂 英国的东西 也得懂 我们加法里面的东西 能懂吗 但是 这是我们举的例子 但是你想一件事情 它如果要是比如说英国的语言它都懂了 那有意味着 怎么操作数据课它都懂就意味着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它是不是得把我们数据库整个开发完整的代码 原码你是不是得看 比如说你要和 你加法要和数据库之间进行交互 注意听 你的加法要和数据库之间进行交互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是不是得看看你数据库到底是怎么开发的 然后我再针对性的 是不是写一套代码能给它进行交互 那你想数据库场上能让你看它的原码吗 能吗 那肯定不可能 它让你看它的原码 那不就相当于 就相当于咱俩关系挺好的 我说你把你银行傻的钱让我看一下呗 身段密码也告诉我一声 那不可能 不现实 那怎么办 我们加法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叫多态 基于多态的特点是基于什么的 是不是继承还有什么 就是和实现我们的接口 对吧 能明白没 那我们的数据库厂商 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的数据库和加瓦之间能够进行交互 于是乎数据库厂商对外提供了一个加瓦能够支持的接口 能明白吗 能提供了一个加瓦能够支持的接口 问题 现在是加瓦和数据库之间不能之间的沟通不一致 解决数据库厂商 对外提供加瓦支持的接口 那它提供的接口有什么好处啊 是这样子 一提到接口 你就意味着一件事情 接口里面的方法名是不是都写好了 那也就意味着 这个接口是谁提供 数据库厂商对吧 能明白我意思吗 数据库厂商提供的这个接口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个接口里面的每一个方法 数据库是不是认识的 能明白我意思吗 数据库是认识的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 是不是创建类实现接口 那接口有可能 你实现接口 那接口实现类里面 接口里面的具体的方法 实现内容是不是你写 能明白我意思吗 这个里面具体实现是不是你写 你要想怎么去操作 我的数据库的这些代码 是不是都是 谁实现这个接口 是不是谁写 能明白没 好 那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数据库 二维库的操作 基本上 比如说我们对外一个提供 数据库厂商提供了一个接口 注意听 明白吗 注意听 提供了一个接口 那这个接口 他提供了之后 那你实现了一遍 对数据库的 比如说你实现了一遍 对数据库的所有的细节性的 所有的操作 那么另外一个人 他也实现了一遍 但你们俩实现 虽然就算代码写的不一样 但你们俩目的不都是 操作数据库吗 是 作用一样不 作用一样不一样 一样 既然是作用一样的代码写一套 是不是就行 能明白我意思吗 写一套就行 那么这一套代码写好了 那就意味着 你只要拿到这一套代码里面 是不是都是类啊什么东西 是吧 那我对外是不是对你 对外是不是提供一个API 告诉你哪些类哪些类啊 你怎么怎么来用我这一套代码 你是不是只需要拿着这一套代码去用 是不是就去连数据库 操作数据库了 这个东西你还用些吧 能懂我意思吧 也就是说 我们不是创建类实现接口吗 这些类实现好 主要是我们实现好 就是干什么 就是操作数据库 能懂吗 我们要操作数据库 那你要想操作数据库 这些东西我们的目的都给你写好了 那你就不需要再写了 我现在是不是有个现成的 你只需要把现成的这些东西拿过来 你用是不是就行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刚才你不是没写过 骚给大家邮流吗 你同桌那有个现成的带原代码 一般 一个最严厉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写东西是吧 你不会 但是你从中写好了 那你就拿过来呗 他告诉你 这个类的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是干什么的 你是不是把他的类拿过来 直接溜对象 掉了不就行了 你管他怎么写的 我就知道我掉完之后 这个东西一扔是不是就出来了 因为每个人的写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用管他是怎么实现这个问题的 能明白我意思没 所以 那你这样都明白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们数据过程就干了更好的事情 那干脆这样吧 我把这个实现类 所有的内容都给你 你是不是就不用去写实现我的接口啊 什么东西了 能懂吧 能不能跟上到这 啊 所以 数据库厂商 厂商 对外 提供了 数据库 操作的 驱动包 那你来想 对一个数据库的操作 你把所有的代码能写到一个类里面吗 那么多的东西啊 你是不是得声明N多的类 然后共同协调 是不是才能完成我们对数据库的操作 能明白我意思没 好 这个共同协调的这个东西 我们称之为叫数据库驱动 那其实是不是就是实现了指定接口的加拉类 我就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专业术语 叫什么 驱动 啊 叫驱动包 一定要记住这个专业术语啊 你别以后我们开发的时候说 你数据库联没联 联不上 你要说 你有没有加载数据库的驱动包啊 你不知道这个专业术语 就说 你有没有加那个啥 就那个那个 就那个联数据库的那个 你可不敢这样 一定要注意啊 从现在开始养成习惯 我上课说的一些专业术语 会给大家进行提醒 你一定要记住 因为这就是以后你面试给 给面试官要说的话 你总不能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吧 人家也听不懂你说的啥 所以这个叫驱动包 他直接把这个驱动包给提供出来了 这个就特别爽了 所以我们要用加拉代码 注意听 你写加拉代码 你写什么 你觉得你写什么 你写的是不是 就是调驱动包的类去操作 具体怎么去操作数据库 驱动包里面封装的是什么 封装的是怎么去连数据库 怎么操作具体的细节 怎么怎么提 怎么来编译我们的所有语句 怎么把所有语句 真的发送到数据库里面 并且数据库还能识别 这是不是驱动包干的事情 而你干的事情 是不是调用驱动包 怎么怎么怎么提 是吧 所以驱动包的作用 是不是相当于翻译官 能懂吗 它是不是相当于把你写的 对数据库操作的加拉命令 给变成了 真的是不是去操作数据库了 能明白没 就这样的一个流程 所以这个叫驱动包 所以那你想一下 你要对数据库进行操作 第一步 第一步得干什么 第一步你是不是得把翻译官搞出来 你先把命令系好有啥 你没有翻译官 听懂我意思没 所以第一步 你是不是得把数据库 和加码代码之间 进行沟通的驱动包 是不是现在搞进来 能懂吗 好 那驱动包有了之后 我们再来想更点 来看好 假如说 我留一个加码包叫个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写个叫加吧 驱动 我写个方格是吗 可以吧 这样的话我们写好之后 直接finish 这个地方比如说 老师你想干啥 我想做的事情是这样的 注意听 注意听 假如说现在这个包 现在这个部落 我新建了不是一个加码项目吗 那这个加码项目我想干什么呢 这样的 数据库场上不是对外提供接口吗 接口不是操作数据库的吗 我不用你提供的那个什么包 我现在想自己写一个 可以吧 就简单的我们自己写一个 就随便写啊 我举个的是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 接 我们这边写个太早了 DEMO 我们写个叫DEMO 比如说在DEMO里面 当然肯定是不是有N多多东西 对吧 在DEMO里面我们干净这样的事情 Public void DEMO 测试 刚刚刚点点点 能看懂吧 好 你假装一下 我们下面还有N多的代码 好吧 那现在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情 这个项目里面啊 假如说还有很多的类 我就是假装我们现在写好了 这个项目是干什么的 我写的这些类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操作数据库的 这些类里面 是不是可以直接对数据库进行沟通 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我要再新建一个项目 注意看啊 好 我们写个态度 好 在这个态度里面 第一 听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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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在那个方法里面 我要写的 是不是就是 加吧 操作 数据库的 代码 具体操作吧 比如说你要是要谁 是不是具体操作 那我们需要的干净事情 我是不是需要在这个里面 我写好 我是不是得调它 能懂吗 这个里面不是说 它能直接给数据库进行沟通吧 我是先把这些代码写好了之后 我是不是得调它 通过它是否在旁边出去过 能懂我意思吧 能懂我意思吧 好 你给我调一下demo在这里 老师这样调demo d等于 newdemo 能调吗 老师这咋着 你们现在做的事情都这么干 第一 这个demo是没有现在 好 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第一 那老师不是没有demo吗 我们如果 在不同的包 去掉另外一个类 是不是加包 是不是倒包就行了 但问题是现在是不同的啥 像的 你们现在我们最常干的事情就这样 老师你这样不行了吧 老师你这样不行了吧 Kindu C 这是不是圆码 是不是圆码 Kindu C 往这一扔 到了吧 你现在都这样干 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这个的示例里面 是不是只有一个demo 嗯 对吧 但是真正 它这个包里面 是不是真正的这个项目里面 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得写一百个亮 放了谁 右页 impart expart 加 加feel看到没 nice 嗯 嗯 嗯 桌面吧 就 iPhone c p 好像 nice nice 看这儿 这个人是吧 加包吧 点击就看呀 是 行不行 哈哈 压缩包没有 这样吧 这个加包里面有什么 我们现在在用的时候 是不是都这样 是不是倒加包 怎么倒 在项目下 右键 new build lab 知道吧 然后 然后 把这个方个人 是不是放这里啊 能看懂吗 然后右键 build the path i2 是不是加了 来 点开 点开 来 这是什么 圆码 哪来的圆码 是不是加包 加包 加包里面是不是就是这个项目里面的所有的class文件 听懂吗 听懂没 然后把这个架包 是放在你想用的项目里面倒进去就行了 比如说 比如说男生能不能用 绝对能 来 硬泡的一样 倒了没 是不是这个 然后 b点 demo 走 看懂没 所以 那你就在奥瑞口最后要我们提供的是有什么 是不是 加 加包 他是不是能一把代码都写好了 把加包给你 加包里面不就是接的 不都是class文件吗 能不能懂啊 就做一件这样的事项 所以你现在要明白概念什么叫项目开源不开源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想看地点demo 你点一下 啪 见过这样的吧 你以前都怎么干 是不是点这 是不是点圆码吗 是不是加圆码 没玩过是吧 没有 没玩过算了 等以后再玩 等以后再玩 但是到这能听懂吧 能不能听懂 好 那到这能听懂 那就这样子了 OK 那我们就是来看一下我们的如同操作 那这样的话打开我们就跟收回笔记 那使用的话 也就是驱动包 这个是不是来进行使用 所以 真正来讲 GDPC的概念来讲 好 结论 所以 那你来想一下 orical 是不是有一个自己的加费要 mysicle mysicle 是不是也有一个 能明白吗 好 OK 那明白就行了 这就是GDPC 所以特别爽的事情 GDPC是现成的 所以我们要学 是不是只需要学 怎么通过GDPC 是不是操作数据库就行了 能懂吗 那老师我能不能点进去看一看 不能 美元码 他只有架 架里面是不是class文件 你老师我能反编译一下 可以 但是问题是 反编译的文件是没有注释的 那你看起来就贼痛苦 你没写代码写故事吗 我告诉你你养着习惯啊 你别不写故事啊 你要养着这么习惯 你写代码 先把注释写好 是不是再去填代码 这你逻辑性会特别强 如果你写代码 你不写注释 一会你就把自己写蒙逼了 相信吗 所以大家看我们GDPC的使用 我们学什么 第一 我们学GDPC完成 我要这样吧 GDPC完成新增 GDPC完成修改 GDPC完成删除 GDPC完成的事物 GDPC完成查询 GDPC的MVC思想 GDPC完成 你看到吧 这是我们要学的 好吗 只要是你把这理解了 下面你需要干的事情是干什么 G 下面就是G了呀 有为啥吗 有为啥没 你要问我为啥 那就这样了 这个价包手术 是不是别人提供过来的 那怎么使这个价包 是不是也是人家跟你说的 懂懂吗 所以我教你的 教你的是不是怎么使这个价包 你要问我为什么 那我得去问谁写的这个价包去 听懂了吗 还有牛的老师 他为啥这样写 他为啥不这样写 不是不可以 是可以的 你可以放分你的想象力 你觉得老师 我觉得这样合理 合理吗 合理 但是因为它不是你写的 所以就不合理 能明白没 所以做的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GDPC完成新增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先看第一个 来看我们的代码 那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点 Fill 你用一个交易筷子 这两个我不提供原法 等会儿这两个项目我要删 这只是引入例子 听懂了没有 好 这都是听的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写一个 比如说叫GDPC 杠 Insert 我写个叫GDPC吧 GDPC的学习 这个地方可以写中文 最好 那这样的话来我们想一下 第一步你要干什么 第一步你这是把人驱动给搞出来吧 好 那驱动在哪呢 告诉你 Orig的驱动这么来 点开你的Orig的安装路径 我的安装路径是在地盘APP 认识吧这个 进去 Product 进来 进来 找一个包的名 这个叫GDPC 文件夹名就叫GDPC 看到没 这个名是不是叫GDPC 进来 是不是有个例包 进来来你看 是不是叫包 这怎么不是呢 我们用哪个呢 这个 看懂没 把这个Kindu C一下 你需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在我们的GDPC下面 Kindu N Filder Lib 是不是在他下面 Kindu V 是不是扔你来 然后右键 Build Advanced Ad2 你看这里边是不是就有了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堆的Lib 听明白没 这里面有一堆的Lib 好那下面的话我们完成对数据过程操作 Kindu N B Kindu N 北京商业堂点 北京商业堂点 嗯 Insert 我们学Insert Tarro 好 听着 Cera Test Insert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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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C 新东学习 第一步我干什么 叫什么 导入 GDPC 驱动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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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 好 驱动门导好了 你要用里面的东西 就特别有意思了 刚才我们干了一件事情 在这个里面 在这里面 我们刚才是不是写了个NEO 那你要用别人给你提供泪 你是不是得NEO 那老师NEO哪个泪呢 你现在不知道 那是不是就是我教你的 那懂吗 好 现在我们要 NEO的这个动作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只要你做了一件这样的动作 泪是不是进那团 你现在是不是 包是不是加进去了 但是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 直接右键Rise GDPC的驱动班里面 搜的class文件会进内存吗 不会 是不是哪一个用到了 加上虚拟机 是不是才会加在内存 这是初级的知识 能明白吧 好 那现在问题是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位置我们需要做的东西 叫 加载 驱动 什么意思 我们所有的东西 在运行过程当中 是不是都有入口 比如目前 你写多少类 无所谓 程序真正执行的入口是谁 买办法吧 那加载驱动类是什么呢 你只需要把这个类 加载进内存 它相关的所有的东西 是不是全部进内存 能明白我意思吗 这不是加把的基础知识吗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 刚才我们疫情做的事 都是new 现在我们不new 能懂吗 我们现在不new 而且不能new 为什么 这是反射的知识 但是它的作用和创建对象 基本是一样的 能明白我意思吧 所以这句话 现在还不能解释 等我们讲完反射了 再给你解释 可以吧 但是你想 我想 现在我做了这个步骤 的作用和这句话的作用 基本是中调的 你想用它 你是不是得先把它给搞到内存里面去 能懂吗 所以这个地方的代码是死的 叫什么 叫class.4内存 这个 这里面是不是接受一个死锐类型的字符话 能懂吗 这个死锐类型的字符话是什么呢 是类名 是类的 你要用的类的全限定路径 能懂吗 什么叫全限定路径 包名加类名 能懂没有 全限定路径 就是唯一的能找到它 找到一个类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包名加类名 类名是不是有可能重 类名是不是有可能重 包名加类名 能重吗 你重一个试试 是不是重不了 怎么来玩呢 这样来 点开我们的这个GDPC 点开这个lib 点开我们刚才加的这个 OGDPC6 往下走 找神党 找driver 找GDPC 里面有个Oracle Driver GDPC.driver 来 在这 是不是有个driver 点进来 有一个叫 那就不是这个 那就是在GDPC里面 GDPC Oracle GDPC 能看这个吧 右键 是不是有一个CopyCertainty吗 点一下 坑住呗 能看怎么办 在这地方点一下 抛个异常 这不class 闹得放的异常吗 是不是有可能你这个地方写的是不对的 能懂吗 第二步是加载驱动类 再下一步 第二步 叫过取 连接对象 速度语句不够 连接对象 好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相当于 通过这个地方 这句话 是不是相当于把我们驱动 包里面的所有东西 是不是都加载好了 你注意听啊 我们这个新增 我讲完之后 我讲完新增 你注意听啊 我讲完新增以后 增上改善你就都会了 能明白吗 因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速度语句不一样 听懂了吗 就速度语句不一样 其他是不是都一样 所以你一定要出于天证流程 第二步叫 获取数据库连接对象 这个是干什么的 是这样的 你这个 我们这个驱动包 它不是操作数据库吗 对吧 我们是不是通过 你在加载驱动里面 是不是要写那个 要怎么操作数据库的命令吗 但是问题是 操作哪一个库 在这个驱动包里面能写死吗 不能吧 是不是不能写死啊 所以就这个 获取数据库连接对象 它的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不是连接数据库 连接指定的数据库 这个地方我一写好 库是不是就连了 能明白没 这个地方我们写的叫 collection con等于 driver manager 点 get collection 选三个参数的 看到没 这是不是有 alg0 alg1 alg2 能看懂吗 来 那老师这三个参数 都是什么意思呀 第一个 我这样写 第一个叫 url builder name parseword 能看懂吗 这不就是 这不 url 就是你要连的库的地址吗 ip地址吗 运动名吗 密码吗 能懂吗 这看不懂吗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导个包 导包一定要记住 不会导错了 这个地方是不是叫 java.circle java.circle java.utile 什么的 要导哪个 能看懂吗 来 这个地方我们写 因为这个地方它没写出来 就正常情况下 我们有个包 如果是mycircle的话 就很明显 因为mycircle里面 我们导入collection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mycycle.clection 能懂吗 那个导的是你驱动包里面的 所以我们要导的是java里面的 它没有出来的oracle 这oracle是没有mycircle是有的 到时候注意一下 别导错了 导的时候导这些包 不管你用哪一个库 听懂了吗 不管你用哪一个数据库 不管是oracle mycircle也好 导的这些类都是java.circle开头 明白明白 这么个意思 所以那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写ur u的内蒙和password的 我问你 这句话一旦执行成功 是不是就是这个con对象 是不是就连好处了 能明白没 连哪个数据库是不是就连好了 所以那现在我们要写的叫ur u的内蒙和password 这怎么玩 url怎么写 u的内蒙怎么写 u的内蒙叫 我的url怎么写 因为它特别长 谁帮你写呢 杜娘 随便找这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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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这个 哎 这个驱动那时候下来算了 gdbc.driver 应该是这个 看着不太像 要找一样 像这个 找driver 应该是这个 啊 在driver 在这里 你看懂吧 看着不太一样 哎 没关系 等会老师你说这个我我刚才是没带driver 是没带这个 好 我们就用这个 等会儿看一下报什么错 无所谓 知道吧 都很正常 因为你老师这些东西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告诉你 这些东西以后我们都不在这写 明白吗 都不在这写 都不在这写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写好之后 这个叫 这个写错了 这个url不要记啊 没啥意义 这都是参数 我跟你说我们需要记的是什么 你一定要记住是什么 我这个注视流程一定要回合 你明白吗 我允许你把这代码忘了 为什么 因为以后也不用了 现在说你们还早 但是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 听明白吗 一定啊 一定要记住啊 因为这样的话每一步驻干啥一定要记住啊 写多了 代码只是写多的一个问题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是抛个异常看到呗 这个我们回头再说 好 到这都听懂了没有 好 那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第三个 叫 获取数据库 就获取sircle命令对象 能看到吗 叫sircle命令对象 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往下 没几个步骤 我们就完事了 那到底都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会儿 还是不想休息是吗 那不想休息接着来 休息一会儿吧 一般四十多分钟了 到这块 我现在休息 你要把这一块看一下 懂懂吧 把这一块看一下 当然这一刻没有什么代码给你们发达 主要我们这一刻的原理主要是这一块 这听懂了没 这听懂了就OK啊